相較其他六位參賽藝人 靖茹算是最坎坷的一個 因為準備這支冠軍之舞 他只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其實我還滿驚訝就是 居然評審老師會選我 獎金總冠軍賽 拿到這張選票 但是一個禮拜後 就馬上就要入總冠軍賽 實在是非常的膽戰心情 因為我是一個技能力非常滿的人 對 要進來 完蛋了 完蛋了 進不住 怎麼辦,進不住 因為練舞時間緊迫 導致靖茹技舞步相當吃力 而且這次老師 也在倫巴的舞蹈當中 安排了大量的轉圈動作 這更讓他吃見了苦頭 好平衡哦 好暈哦 我下來都完全站不直耶 奇怪了 從敗部復活賽 聽進冠軍之戰的靖茹 這段時間來的進步 大家有目共睹 今天他是否又會帶來 令所有人都驚豔的完美演出呢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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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曾经还拥有好多伤往 却依稀之间变得复杂 曾经幻想过无数的希望 突然却淹没无力反抗 心疼你在眼里我把快乐的长大 开开心心的胜利握着旁方靠 安在嘴里 音音般的小出声 满足在甜蜜的夏天堂 轻轻地靠在绿色淘滴上 不小心跌倒放着大哭叫妈妈 静静悲响 不要怕跌跌撞撞 是她最单纯的小愿望 不懂为什么要离开我们的家 可不可以带下伤娃娃在身旁 她也不想 孤零零零零待在哪 没有爸爸妈妈的地方 小笑的脸庞被恐惧抹葬 无邪的眼睛诉说着谎话 一生眼睛 什么都不过值得 爱谁在舒服的小窗上 谢谢林静茹